以下节目是由卓越财富集团 Jenny Chen NBA赞助播出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米娜李时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 我们将会探讨谁容易被国税局审计 那我们今天再次很荣幸的邀请到卓越理财的副总裁 Jenny Chen 那Jenny我想观众朋友已经很熟悉了 那她是拥有NBA的金融以及信息管理硕士 那刚刚她在8月份在杜拜获得了 国际金融理财的最高白金奖 那同时她也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8月份刚领完奖 9月份又拿到了这个在法国拿到了National Life的全美第一 以及最高总裁奖 那她同时也是百万元桌的顶尖荣誉会员 那Jenny真的不容易 您真的是我们的华人之光那恭喜恭喜 谢谢Mina 观众朋友大家好 Jenny那我想请问一下 您这个麻烦您讲一下您这次在法国得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好的我想首先非常感谢我们湾区的各位新老客户的 这个大力的支持和这个长期的一直的support 那这次呢能够在这个就是法国的波尔多 能够荣获National Life的全美第一跟总裁讲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我想呢波尔多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 它呢是这个全世界这个就是葡萄酒的这个产地 非常著名的产地 那一个地方呢有差不多8500个这个酒庄 那这个酒庄呢很多最近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商人 因为我们这个湾区的很多的这个华人特别的热衷 还有特别的追宠去这个购买这个酒庄 那据统计呢前五年这五年中间呢 那华人总共购买了150多间的这个酒庄了 那每个酒庄的价格也就是几千万欧元到几亿欧元 这个investment非常的大 所以来讲的话呢我想这个现在的华人 他投资这个酒庄不只是说 我今天只是说以前的看城堡有多漂亮 但现在呢更着重于就是说 这些土壤怎么样量制更好的这个酒 同时的话呢现在华人的话 他们就是做了很多的改善 就是大兴土木 修了很多的什么就是跑马场啊 或者是这个就是有一些高尔夫球场 目的呢就是可以吸引很多的这个高端的这个旅游 特别是亚洲地区或者是我们北美地区 很多的这个旅行者呢 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欧洲的文化 还有呢这个城堡的文化 还有就是红酒的文化 所以呢由此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华人的投资真的像区域国际化 这个多元化 还有这个就是品位化 那讲起这个投资了 那投资呢当然呢就是联系到这个要缴税的这一方面了 那您的客人当中有没有被国税局省计的呢 真的是有因为我想哈我们通常来说美国人说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真的是怕国税局来查税 通常来讲就是说如果不是恶意的那国税局就要罚款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要补税的地方 但是真的是恶意的话那这个国税局罚的就很重了 特别是还有可能会有牢狱之灾了 所以来讲的话呢通常来说我们说average来看哈 这个国税局查账呢通常来说不会超过1% 那但是呢最近的话也有就升高的趋势 比如说好像赚20万到49万之间的话呢 去年2014年呢就差不多这个抽查的审计率就达了将近2% 那从50万到100万的话差不多将近4%哈那当然1000万以上的就16% 所以来讲的话对于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客户中间有这样子情况 那我的呢真的是遇到了有我的一个客户哈他之前呢 就是3月份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是一个医生 当时呢他不是我的客户他说他之前跟另外一个这个advisor呢 去sail up一个sevira那现在呢国税局的信件就说哦 这个sevira的话我需要这个audit需要你准备很多的文件 加上三十几个问题所以呢他联络他以前的这个advisor 但是都没有回电话所以的话呢他就非常想请求我的帮忙 所以我看了一下IRS的这个信件其实大部分就是要verify 他是否真的是contribute这么多sevira 那我就告诉他几个这个退休规划的通常审计的重点 第一个呢就是说国税局可能想看有没有overfunding 这个overfunding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国税局有limit 比如说像你这个就是总的收入到25%不能超过这个cap 另外来讲呢就是总的像2014年是五万两千这个美金 所以来讲他都符合这些条件因为都是这个会计师帮他算出来去contribute的 那另外一个呢我就想考虑他的重点就是说这个因为employee 因为employee的话对国税局来讲就是说我要给你qualify 像比如说他有些qualification是21岁以上 同时呢五年中间有三年在他的诊所去上班了 那他的这几个员工都复合了 但是的话呢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是否老板的contribution 跟这个员工的contribution要比例都要相同的 所以这些都就是match了所有的record 那另外的话他就讲到有个员工 刚给他contribute五千块钱 那第二星期他就辞职走了 但是这五千块钱也不能拿回来 老板也没有办法拿回来 所以的话这个就是这个IRS的入 所以我们看起来都好像都复合规定 那backforce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 从三月份到这个九月底的时候 所以最后的来讲的话还好 这位客户的话把所有的information寄了以后 我们也帮助他解释就是说这个IRS的话 是qualify plan不是pension plan 所以的话只是报5305的表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来讲的话上个星期好消息 那这位客户呢就收到IRS的这个notice 就是说整个的auditingfinish 所有的都不用任何的欠记 所以这个客户呢也非常的高兴 心中的石头也这个就是放下了 那我想这个客人一定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那讲起这个就是被国税局审计了 那您因为是专家了您接触很多这些客户 那在您的客户当中你觉得一般是什么人 比较容易被审计呢 好的因为我们卓越财富集团最新增加了一项service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位顾问就是前国税局有20年 这个基查经验的基查是来帮助我们serve这个我们的客户 那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您是对这个个人的税表 公司的税表你的pation plan或者你的qualified plan even though您的这个税表的这个就是schedule 1 像property的这些reporting的话 有一些问题都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我们可以就是说最大限度的话就帮助大家去verify一些 原来你setup一些information是否正确 通常来讲我们的国税局的这个基查师他整理了差不多12项 特别容易这个就是被audit的 第一个呢就是收入高的definitely 第二呢就是说有些deduction business deduction非常多的 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现金的这些人 或者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出租房子多很多的deduction 所以呢为了更好的这个帮助我们湾区的观众朋友的了解更多的税务相关的信息 那我们下周末星期六跟星期天呢都会做讲座 那我们特别是我们前国税局的基查师跟我们一起来商讨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报名18772538288 18772538288 所以观众朋友呢就是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 那就记得呢就是联络Jenny了 因为在美国来说呢这个税务问题呢也是相当的复杂 那我们现在呢进入一段广告 我们一会再见